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头新年落魄的身影是那么的孤独 他看着玻璃窗里的鞋子 又看着自己已经破烂不堪 露出脚趾头的鞋子 可是他的脸上却是一副微笑的表情 这种感觉真的无法形容 他跟师兄弟们讲 作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 跟他对流氓球队的比赛 作人先是被狂虐 然后觉醒归位 这一段也是令人热血澎湃 看的人直呼过瘾 甚至比结尾跟魔鬼队比赛 好令人感到热血沸腾 当年第一次看时 甚至一直以为 难道足球真的是这么踢的吗 难道功夫真的可以用了踢球吗 难道梦想 真的会这样令人热血沸腾的吗 电影中中文俊猜那一段 星爷跟阿梅在树下说话 阿梅问他 还需不需要以后帮他补鞋子 星爷说 不需要了 鞋子破了就扔了他 我再也不要穿破鞋子了 阿梅听到后伤心欲绝 其实这里 星爷跟阿梅是不是爱情 我也说不清 我更愿意说 这是一段缘分 而不是爱情 不管怎么说 这段感情 还是为电影增添了一丝感动 电影还有很多东西 值得诉说的 但感觉说再多 都表达不了我的喜欢 就这样结束吧 想回二十六区的小伙伴 可以翻出来看看哦 最后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从小到大 最喜欢看星爷的哪一部电影呢 评论里告诉我吧 看看大家 有没有可以文分的 好了 小猫终于要下班了